我们把它换了这个 这个其实不是枕头 它是坐垫 但是呢 因为它比较矮 所以我刚刚也请 请这个所长过来看过 那所长也知道 他只要不 你看他现在头 他一紧张 他头又起来了 脚又缩了 对 脚就缩起来了 没关系 那个等下再 凉完再缩 是是是 因为你这个 把它放开 一碰它又又缩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他一紧张的时候 他就会起来 但是他紧张不可能持续太久 他自己会慢慢放掉 像昨晚说的 他睡了 或是放松 他就松了嘛 所以现在他紧张是一时的 你不能因为他一时缩起来 你就给他顶住了 我现在重点是在这里 他现在只是紧张 而他放松的时候 他放不回去了 因为你又把他顶住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 他放松的 因为我们希望他是放松 不是一直在紧张嘛 对不对 我们希望他是在放松的状态 对 应该说他放松可以回得去 不要说他想要放松 又回不去了 那他是希望知道人家在跟他做什么 所以我们在帮他做的时候 他的头 他的头就会想要看 他的头就会抬起来 小妈妈量血压放轻松 他现在头 头 头 昂起来 这样量血压可能会有影响 会 那我要不要把他头放回去 来 妈妈 他可以用力 就会大致的等一下 来 头放下来哦 我用手去 去把他的下巴 动一下 让他可以 让他可以 就是脖子这样轻轻的碰一下 不是 下巴轻轻的碰一下 让他头可以下去 好 我看 我看看 没有呢 没有按下去吗 现在没有 再来一次 还是我们应该先按那边 因为这个刚刚已经量过一次 先量那边好了 再冲去了吗 没有 我把它按掉了